军情前哨战美国最强核潜艇南海撞击不明物体 16年前事故重演 本次发生撞击的康涅迪格号 隶属美国海军海洋级核潜艇 整体性能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据美国太平洋舰队10月7日发布消息称 美海军康涅迪格号核潜艇 本月2日在南海国际海域撞击不明物体 造成艇上15名艇员受伤 其中两人伤势中度 康涅迪格号属于美军最强的海狼级攻击性核潜艇 早在上世纪50年代 海洋生物就难以对核潜艇造成威胁 真想撞伤核潜艇 就只能依靠史前巨兽了